来给各位朋友亲爱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日 真的为您带来的便宜金刚魔文 每周看每周为您带来便宜金刚 记得新闻资讯类节目 如果不出意外 本周又是周一侃了 那么先来看一下 官方本周发生过什么样的新闻吧 Daya Clone这边的新产品 继续放出来了一批新的官图 它整个看起来 拖着这个大大的导弹车的样子 还是非常帅的 而且这回里边还会带板件的配件 来跟它进行一些互动的方式 MP的60号也是被称之为最后一座MP 终于也是到了MP完结的时间 据说现在已经出了100款了 当然算上冲突编号在内 现在网上人们也有一个统计 所以也是用MP60号的人来作为一个完结篇 那到了后边的超级人来 合体就放到了MPG线里边 所以以后想要再收藏大师级的玩家 就要从MPG的编号开始了 那再反悔来说 如果是编号控的玩家 是不是也要从一开始的雷电从头收起呢 想一想官方这个套路玩的也是深的 所以现在也是可惜了 MP的一些核心粉丝们 古早的玩家们总想着 MP你虽然说不可能想望着 把它所有的角色都出奇 起码把方舟十八子 还有八点虎这边的十三虎的 这些主要角色都出奇了 到现在呢 十八子估计也是遥遥无期了 想要的朋友们看看后续的MPG 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凑齐吧 但是我想象了一下 自然放在了MPG里边 肯定还会洗牌所谓的4.0时期的 其实可以从这个超级人来的目前情况来看 似乎变形结构没有之前那么复杂了 但其实嘛 环温兔方面来说做到还可以啊 相信后边也会推出神弹马甲的 作为超神人来最后合体 应该也是放在了MPG的编号里边 大家对于官方的这个做法 你们怎么看呢 官方的新产品系列 也是目前的价格未定啊 据说要在2025年春季开买的 一款可变形的自动变形青天柱 主要它的机构嘛 也是放在了整个身上的一个地台式的 像是杠杆机械联动的这么一个意思吧 但是整体的造型也好 变形的过程也好 看起来也是比较寒酸了 配件包方面 DNA后续给电影玩具做的一系列配件包 千年扭完了一个新的脑袋 也是把它戴耳朵的那个造型给你做了出来 虽然在电影里边 这个展开耳朵只是一闪而过啊 几乎看不清楚的这么一个阶段 竟然把这个东西还原了出来 所谓的也是为了给这些武器配件包增加一些筹码嘛 第三方方面 X射的MOP比例的一款绿色版消防车 现在也是继续公布出来了 官图 整体看起来嘛 也是那种墨绿墨绿的感觉 再加上火炎的特效件的融入啊 其实搭配出来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啊 只是感觉X的这个消防车模具出的太晚了 早些年如果MOP没出来的话 可能还有一席之地 现在就不够看了 SND后续的晴天柱也要推出一个紫色的镜像版本 那其实说起来这一款的原始模具我们也是玩过啊 变形过程也是相当的复杂呀 漫画的造型变形起来 我没想象到它竟然这么的呢 可能也是最终处理完了以后的两个形态坚固效果吧 MG的小比例外转晴天柱也是继续推出一个透明的版本 本周看到了一些新放出来的图啊 亮晶晶的感觉 透明的质感做的非常的不错 再加上全身上下整体通透出来的质感也是非常强烈的 就目前还不知道这个产品的做工用料如何啊 毕竟是透明的零件 有一些穿轴的位置也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还是等实物出来看它这个质感怎么样吧 RT的小比例霸王龙 之前大家也在说嘛 那个鼻子上面录一个螺丝孔太难受了啊 本周也是看到他们后续给这个霸王龙鼻子窟窿上面加了个堵盖 哎 这样看起来就完整多了 魔方晴天柱的2.0版本 本周也是继续放出来了一个新的配色重图 那这个看起来虽然说有一些金属漆的质感吧 但窗户做了那种像是动画片里边的一个浅蓝色啊 不知道这个区分怎么去界定吧 不会整体看起来还是蛮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样子的 本周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磅消息 魔方的五龙第一款钢索也是继续放出来了 各种的官图 网上据说现在已经有了视频啊 看起来这个其实变形的结构并不是很复杂 但是还原度做的是非常的高的 尤其在人形的小腿内部这一块的遮盖板 也是不会显得那么的凌乱 配色方面做的也是非常的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样子啊 极简的这种风格 但胸口的这一块应该也是一个分件的处理啊 所以将来以后他还会推出玩具配色的时候 换成透明的零件吧 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一般来说第三方都是这样操作的 人形和龙形的完成度都很高 看看出货以后的食物素质表现怎么样吧 DX9 mini的后续新作品 之前有预告要出的这款超神 本周也是放出来了人形的合体和单体的效果 包括最后车厢的一些拖挂效果啊 竟然里边还是中空的 可以放进去小车进行互动 小人的部分做的也算是一丝不苟吧 很日式的那种美型风格啊 再加上身体的这种比例也算是比较匀称了 第三方这一块 尤其小比例现在的这种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了啊 正是官方现在又公布了MP60号和MPG的这个新超神啊 现在也是DX9 mini放出来了 看看大小之间官方和第三方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素质呢 NA本周也是放出了后续的路管套装的一个重图的配色方案 我相信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的配色吧 但是好像NA近几款产品一直没有推出彩头的版本啊 不知道后边出不出了 其实我个人还是挺喜欢NA的彩头配色的 看一看后续的一些继续公布的重图方案吧 原创玩具这边 藏玩格的五周年限定继续看到了赤油的一些新成员的紫色版本 那天鹏金色的大翅膀这回也变成了这种银灰的枪铁色 还带点啊 再加上身上这种紫色的主基调配出来这个效果还是挺邪性的 也是期待它最后合体完成的效果 大火鸟玩具这边放出来新的甲虫娘的一系列官图 哎我记得之前甲虫娘好像不是这样 但现在呢 美形修正完了以后好像更帅了呢 身材这一块啊 小肚子这尤其腰腹部曲线的这个匀称程度啊 也是相当的好看 再加上身上金色的条纹点缀 虫子形态竟然也能做的非常还原现实中的那种感觉啊 还是非常带感的 看看这个东西啥时候出货吧 民有自帝的原创设计这边 国外一玩家现在做了一套新的计算王 J1的这种风格还是挺浓烈的 而且看五个人的单体成员人形摆在那里 身材竟然不是那种特别明显的一大拖四小 倒是几个形态还原的都能做七七八八的这种感觉啊 但是呢 因为是民有自行的3D打印件 可能结构方面没什么问题了 美观这一块可能还得再修正一下吧 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嘛 本周基仔也是继续放出一款新设计的3D打印件 这一造型的反弹球 挺冷门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感觉这个模具改一改 还能改一杯子出来啊 车型方面也挺像的 那么得嘞 本周的模式每周看新闻资讯部分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甚至是负责个人收集整理 顺带吐槽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11点28分 抓紧时间上船 看看能不能赶上周日的末班车 那么得嘞 欢迎大家下周日同一时间一起锁定频道 我们一起来聊新闻 我是郑造我们下周日再见 大家拜拜